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洁 没吃晚饭吧 带你吃点宵夜去 东北人口重 我就不带你了 咱俩挺好吃的 饺子 谢谢姐 不信 你饺子真有福气啊 你看这南方姑娘 长得漂亮的 水灵的 是不是 姐 我也是东北的 妈 你看我就说嘛 你看 你看 你这大高个 这大长腿 你这大眼睛 呼喘呼喘的 我一吵着东北姑娘 谢谢姐 对 你快尝尝 尝尝这饺子 行 我觉得这饺子 跟我妈包的那饺子 一样样的 尝尝啊 是不是 它咋味真重啊 其实我小时候啊 我最不爱吃的就是饺子 我亲妈包的饺子 那不是咸了 那就是淡了 要不然就时间没煮够 你皮子都是硬的 要不然就是时间煮太长了 那馅都在汤里飘着呢 后来 我不是到我爸妈家住了吗 第一顿饭 饺子 还呀 我脑子都蒙了 但我又不好意思不吃啊 我硬是说别夹了一块了 我吃了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饺子能这么好吃 我到现在 我都想我妈包的那股饺子 哎呀太香了 好 你 你有话就直说吧 我想回编河 回去创业 你事业刚起步 就这么放弃了 黄教授跟我说 我要是一辈子 在学校里待着 只能把我的心气给磨没了 我去了华汉 我想在那儿学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 可后来我发现 凭我的能力 我可以干得很好 我可以在这个城市立足 我也可以给你一个 更好的未来 但我就是不想在 人情事故里打滚 你回编河不就是因为 人情事故吗 啊 你在哪儿躲得掉啊 是 回去的人情事故 那更多的是 为了我的理想 但是在这儿 就是为了赚钱 你想创人家 想好了 我想让林子里的书 自己就可以赚钱 我想试试谈交易 你跟我说谈交易 不只是论文上的东西吗 啊 它在国外都只是一个概念 你现在它都没有一个 具体的例子 可以让你参考 你想在国内试 怎么试 我知道 所以我就想 我回去可以一边 收集数据 然后一边 从最基础的电商做起 我先帮自强 把他那摊的做大 我得把乡亲们的钱给还了 还有你的钱 我要的是你的钱吗 是是是 我 我知道我 我说的也不是钱的一个事 我是觉得我不能拖累你的 还是我爸我妈也做的 全音音 加油我你赴会了 赴会了 赴会了 我小时候我特别想 逃出去 我再也不回去了 可当我真逃出去了之后 我发现我没根了 我找不到归宿的 但我知道了 谭忠和 特别激动 我也不知道为啥 后来我搞明白了 我可以把谭忠和 和林茶 连在一起 那这个城市 有没有我陈兴杰都一样 但我就是想试试 试试能不能因为我 让林茶变得不一样 和林茶变得不一样 在那么让林茶变得不一样 我感到比赛 我发现